在Cornel毕业以后 就有点不想要离开纽约 这是very enriched的一个environment 所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的 导师 他说你不想离开纽约那简单 我给你五个人 你去选 其中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讲 2000年德诺贝尔讲的那个 另外一个是Columbia 也是特别出名的一个人 两个都要我 我工作反正是很努力的 是我们实验室可能是最努力的一个 然后呢 过了一阵子 Paul Greengaard 他就跟我打电话 他说你来不来没所谓 但是我可不可以用你的名字 因为我们的granteman有一部分是要做细胞培养神经元 他说我们不会 但是把你的名字放上去 人家就觉得有一个专家 我想我哪一天变成了世界专家了 所以就是因为他这个东西 我后来就决定要到他那边去了 他对你这个人真的好厉害啊 对对对 他就是这种 人家叫charisma 那我就去那他那边 去到他那边呢 我才知道 原来我那个实验室 我原来以为我这个实验室最好的 去到他那边 天外有天 山外有山 他那个实验室 好大一个 50多个post 当然他那个学生跟老师的关系也是非常融洽的 有很多很多这个social的 不像我们现在 老师上完课 其实更像 就那样学术共同体 感觉强 所以你就可以 跟 各种各样的人 尽管他很厉害 但你也可以approach他 没问题 我就感受了 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文化 嗯 就是你 你突然感到什么叫贵族 特别 就是那些教授啊 那就是贵族 就是他不是那种 我不一有钱 他当然也有钱 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叫 杰瑞·埃德蒙斯 他那个小提琴拉到可以在 New York Philharmonic 但是他觉得我这做science 那个就是类似这样的人 一大堆不是一两个 一大堆都是这种人 好而且很多人是欧洲来的 他自己带了钱的 他带了grant过来了 再有 会有那种 我觉得这种胶着吗 因为那个世界 你看到你也很喜欢 很欣赏那个世界 但你永远也不可能 成为那个世界一部分 因为那是从小的一个 对对对 是是是 会有这种outside的那种 胶着吗 倒不是outside的胶着 我觉得是有一种proving myself 嗯 动力 变成个动力 对就是 我就想 我就是要证明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be one of them one of you one of you 这个其实对我在 那几年在post到的里面 其实是不好的 我没有意识到 我每次准备的非常充分 就是我们在开live meeting的时候 但每次轮到我的时候 我都讲的 非常好 就是数据有多对吧 然后呢这个 有点过度努力 对 过度努力 就是 一定要证明自己 我是一个 这个 跟你们一样 从这个record上面 是比他们做得好 我发文章 他们没发文章 人家有四年 五年 七年都有 那我只有三年 我就毕业了 我就走了 那 后面的academic的路 很顺 但是呢 我觉得 其中有一段 有一段是缺乏的 就是你 你老是想要证明自己 老是想要证明自己 其实不是一个好事 对 比如说我问您 比如说 大脑中的记忆 是海马亭的一块掌管吗 那为什么说 比如痛苦的记忆 其实更时间更长 欢乐的记忆 其实很短暂的范儿 这个记忆其实是一个 非常fascinating的一个领域 就是从这个文化层面 或者从这个philosophical的 这个层面 记忆是define who you are 是 而且不仅define 一个人 也define整个社会 这个国家 对对对 你选什么记忆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是一个研究的一个热点 它的溢出呢 就进入了这个所谓情绪 后来发现这个LTP 这个机制啊 不光是在记忆 在海马这个里面 起作用 还在这个 性人体 管情绪的 还在这个里面起作用 连那个细胞分子的机制都是一样的 而且这两个东西还有相通 所以 你可能自己有这个experience 凡是你有感情投入的东西 记得特别老 对对吧 对 特别是你有痛苦啊 有失恋啊 有这个 这个你记得 把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对吧 所以 情绪对记忆的影响特别大 嗯 它也会扭曲你的记忆 让你的记忆变得 其实有些是不真实的 对把他浪漫化 对对对 把他浪漫化 你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真正的记忆 长期的记忆不在海马 海马是在形成 形成了以后 它是把记忆的元素分到大脑层 大脑层层大嘛 这就是唐尼高娃那个日本人哈 发明了一个 超级聪明的一个办法 你比如说一个老鼠 放到一个环境下面 啪给你一个电击 这个老鼠就记住了 这个地方不能去 这个地方是一个 危险的 危险的 有打过电击的 然后呢 他用一种超级漂亮的方法 把你这个电击的 这个记忆的这个 细胞 给你标上了 比如说我一共标上了ABCDE 嗯 再分在这个大脑层层 然后呢你到了别的地方 我把你这个ABCDE的这个细胞 用一种光啪一下打亮 打亮了以后你就激活了 激活了你在别的地方 你也这样freeze 这个就说明你就记住了 也就是说明 你的记忆是储存在这五个细胞里面 只要这五个细胞被激活了 你就你的脑子里面认为 你已经是在这个地方了 对吧 也就是说记忆不是集中在哪一个地方 也不是一个什么结构上面的变化 它是distribute在不同的地方 比如有一个管场景 有一个管声音 有一个管这个故事内容 到要的时候 一下给它组合起来 就是你的记忆 那如果是这样有一天 都可以更细致的研究 就操纵他人 不是变得很容易吗 对啊 对啊 是 但是我是觉得 神经科学在记忆里面战果辉煌 就是遍地开花 做得非常非常漂亮 但一出了这个领域 它就变得傻了 其实我们人最关心的东西 就是认知领域 这一出了认知领域 它就傻了 就无能为力 它这一套理论这种方法 全部没法用 而恰恰是这个东西 是我们人最关心的东西 就是认知领域 这个很多我们的日常的认知的这个 deduction judgment decision 大多数跟这个东西有关系 跟这个大脑前额叶有关系 而且我们很多精神疾病 抑郁症 焦虑症 精神分裂症 精神疾病 大多数跟这个东西有关系 为什么认知部分是 那么难 所以它更复杂的多吗 比记忆部分 大脑前额叶所主导的 认知的一个 功能单位 既没有模型 又没有基因 但又没有那个行为的这个 这个东西可以 可以弄 所以这个事情就 就变得 很困难 你去回顾历史 每一个 脑科学的重大突破 往往是一个技术 突然来了 能够记录细胞的技术来了 脑科学来了一个进步 能够这个 持共证来了 脑科学有一个进步 它往往是这样的一个技术的 进步 认知有很多 要创造新的工具 要创造新的模型 才能研究 所以需要 很多人的这个努力 那比如说刚才 您看您七几年开始上上学的时候 周老师说这是个 New Frontier 我们现在对脑科学的探索 对 现在是什么一个阶段 我觉得哈 你假如一定要叫我说 那个时候说Frontier 那是Fantasy 偏偏小孩子的 就根本没轮到你了 根本就是你这画饼吧 你看我们生命科学里面很少有理论的 你算下来 进化论算是一个理论 那个 这个分子生物学 这个 这个算是Double Helix 算是一个一个理论 没啥理论的 没啥理论的 重大的问题基本上 没有解决 很多人会问我们的是 我想要知道意识是什么的 我们脑科学 从来不问意识是什么问题的 那是一个禁区 不敢去的 你现在唯一知道的是 无意识是什么东西 深度睡眠的时候 你是没有意识的 不做梦的 没有意识 被麻醉的时候 你没有意识 你只能这样倒过来 你说这个是无意识 所以 很长一段时间 脑科学学是不碰意识这个 这个东西的 这个好像这个东西 实在是太难了 现在才刚刚看到一点点苗头 就是美国的 脑计划 它就在前一段时间 前五年的时间 就create了很多很多兔 这个科学上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事情 一个科学 你看物理学 量子力学 对 那个那个时候 像一个爆炸一样 对 就是你有一群 群星灿烂 群星灿烂 我们这个脑科学没到这个份上 那我觉得可能我们 要有一两个 stay away with 我觉得这个是 要么就是心理学家 要么就是哲学家 要么就是骗子 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了 因为自己的研究开始 意外的touch到这个领域里面 就是我们也是做一个genetic manipulation 做一个老鼠把一个 那个基因给knock out 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老鼠 你深度睡眠 出现问题了 就很难进入 另外一个 你给麻醉剂的时候 麻不倒 也不是完全麻不倒 你要用很高的剂量才能麻不倒 就是它有点 不太容易进入 无意识状态 所以 这个意识可能也是可以研究的 它是有脑结构的基础 它是有基因的这个基础 当然 我能不能够真正最后弄出来 或者是我们整个领域 能不能弄出来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给了我一点hope 那灵魂呢 灵魂在哪里 对灵魂 有可能吗 我觉得 这个就慢慢 到了这个 relation跟philosophy的这个边界了 但是科学不断的在挑战这个 什么是生 什么是死 什么是生物 一个细胞 万一变成了一个人 咋办 这个别的领域已经开始 接触到这些 philosophical的问题 但是在脑科学里面 这个还暂时没有遇到 还没有接触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科学 我们其实越做科学越觉得科学 它是有边界的 它有些事情它没法解答 那时候你对诺博尔江有期待吗 那时候你对诺博尔江有期待吗 诺博尔江总是一种 我们不会去说这个话 说实话 说心理话 对 再喝一口 就是我们会评论某个人说他的工作 答案没达到诺博尔奖的 水平 然后呢 是第一个 其他就是很多是一个偶然因素 就是科学上面你会有一个追求 倒不是什么 德诺博尔奖 而是说你要做那种水平的工作 那就可以有legacy 就是你怎么形容自己的ambition 比如那时候 那么要证明自己 其实ambition的一个 另一种表现吗 对 ambition是有套路的 那么有套路的 套路大家也知道 我该有的东西 我这 真的是很快很快都有了 然后呢 后面还要有很 很强大的人来promote you 那你就很快进入美国的院生 对吧 当然也要有一定年份的积累 那我的确是做的挺不错 就全世界 各种各样的会议都要求你去讲 很多杂志叫你写review 那就说明你的工作已经到了这个水平 要总结了 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 我也可以体会现在的那个教授 就是那个时候 我其实是 是被drive的 你也知道该怎么做 你就拼命做 做了以后比人家好 其实这挺幸福的 某种医生 对 你说挺幸福 但是做到一定程度上 你就觉得 so what so what 对吧 从要问自己这个 对 因为被这种荣誉 地位 就 driven 所以你很多时间你不是给自己活的 你就觉得peer 很重要 所以我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是 german 就是 其实不是一个自由的人 不是一个自在的人 这个故事其实挺有意思的 我有一年去 2002年 我们每年要开一个叫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 这样一个meeting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 UCLA的教授 他说你最近在做什么 在想什么问题 我说我在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假如我给你10 million dollars 你还会做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吗 嗯 第二个问题 要是 你只有三个月可以活 三个月以后 就说 how do you gonna spend the last three months 他到戏一刻两句说 你怎么想这么大的问题 一个月以后 我必须面对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那个就被诊断了 这个是这个 这个癌症 所以这一下子就让我 真的是要面对这些 这些问题 就是说你只有这么多时间的时候 什么是最大的priority 因为你要面对这一系列的 这个事情 就是不知所措 就是一下子 所以 我就专门去看 那些 得了癌症 或者得了 绝症 这些人 他的这个 心路历程 那有一个人对我的 impact也挺大的 那是梅艳芳 这个梅艳芳 我就看他 这个最后的演出 他最后的演出是嫁给了舞台 就是穿了这个婚纱 在那个 演出的最后 那个 灯光 最后就湮灭了 然后呢 他在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 将军战死沙场 一个演员就应该死在舞台上 我就让大家记住我现在这个样子 后来他就放弃治疗 他就这样子 那你就想 这人生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有些人会这样想问题 我想有道理啊 就是其实是你来复长跟短 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在这一段时间你自己活出了这个 那个味道没有 对吧 我说我第三个问题更深 我说当你死了以后 你希望 你的木字名上面 写的什么 写的什么 嗯 你被人家认为是什么样的一个 这就是legacy 对吧 你当真的面临的 癌症这个事情 那个三问题你怎么回答 你怎么 我就不回答第1个跟第3个了 但第2个问题 我有一些 这个体验的 就是第1个你要学会原谅 你不是带着仇恨 不是带着怨恨 走的 你是心里是一个平静的这个 走的 你自己就变得 就 这个空间就很大 就是你放了 是放了 第2个呢 我是觉得 to give not to get 给你带来的幸福更多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 就是因为一开始竞争了老是想我要得到这个我要得到这个 但是你最后觉得你不快乐 你不开心 我是有很多人帮我的 我有 汤民手帮我 有Bob Desmond帮我 有这个 那个 Richard Nakamura 很多人是帮过我的 这种人 他帮过我 我都没法帮助他们 为什么他比我高 是 但是我可以帮别人 就是说 我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 我实现了我自己 利他行人格 对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 这个转变就 define my later part of my life 其实是传导 对 就是某种传导 对 就是说你不要去想 你帮别人以后他会帮你啥事情 你就帮人家 你会得到很多快乐 第三个 我觉得尊重过程 而不是那么追求结果 读了很多书以后 然后我就反思 我的确是这样子 一天到晚就想 What's the next goal What's the next goal 我都忘了我在 这个过程当中 旁边的这个 风景 这个风景 都忘了 就是说 其实 你的life 这个joy 是在你这每一步的这个 过程当中 那久而久之 这个就使得我慢慢拖出来 我就会觉得 我看周边的人 怎么这样子 其实我过去也是这样子 人是有 真的是有局限型的人 我现在更多的有一点想 就是 就是我们的困惑 自己的困惑 是 科学的困惑 如实地写出来 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怎么今天 变成这个样子 如实地表达困惑 是特别珍贵的一件事情 对 对 现在这个季节好舒服啊 学校里 是非常舒服 为什么想去看王国伟那个 木呢 这是我最近 对这个清华的历史 有些思考吧 特别是 这个陈运鹊写的那个王国伟的碑文啊 这个自由之精神啊 我就在想这个自由这个问题 比如说 学术的自由 很多人是没有的 哪个hot 或者有一个新技术 他就在那里追 这个追呢是可以发表好文章的 他是被一种评判的系统在 在左右的 其实不是出于一种 对科学的热爱 不是在寻找答案 不是在自己的 curiosity的drive下面 那么 所以我就在 想我自己 还有一个事情 包括我本人 都是有一种 想要 就是impact 那做偏了以后呢 就会 过分的去寻找一些 荣誉的东西 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有几个 台阶 他有一个叫青签 青年签人 发表了一两篇文章 就再去申请 所谓的叫 优青 优秀青年 完了以后呢 叫结青 整个life 就是driven by that 这是科学里的科举 对对对 而且你一旦达到了某一种status 一切都像你涌过来 另一种犯禁是吧 对 所以呢 就使得我们有很多科学家 他其实不是科学家 他是科学政治家 他花的时间 都是在运作 听得真是挺 小路还是大路 大路也可以走 走小路呗 小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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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决定我已经老早已经做了 我不走这条路 所谓的学术政治的路 这种权力的游戏规则 对 我觉得这个很烦人 我很讨厌这个 那stay away from that 你就会失去 那些这个power 各种用户 各种各样的那个优势 这个时候 我就必须要有很强大的那个 自我的这个意识 或者自尊 就是说 I don't care about this 否则的话 你就比如说 什么什么级别的人 要怎么样 你到这个 坐飞机的时候 你会看到 飞机落地的时候 趁无言女 女生 会要到上面 货架去把她的行李 你自己一个人是 男士 而且他要先下 这权力是非常有诱惑的 对 他也好像是 就是comfortable with this 我说你怎么会feel comfortable with 一个女士帮你拉的 我看他很恶心的 走到这边 这个是我们清华 非常 特殊的一个 海宁王静岩先生 其实流产最久的就是这个碑文 这个碑文算是一个 维持独立 自精神 自由自思想 我有时候会跑到这边一个人 来 想一想 他是要共三光而永光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才是 才是永存的 对 对 就是一种 过去这种 哲学政论里面 一种认为这个 人的 所有的意识 个人都是经验积累的 他们的经历 背景给他们带来影响吗 你觉得您这代 中国科学家 都经历过 大的社会 变动 然后都从一个很匮乏的 岁月 出来的 就这种经验 你觉得对你 非常大的影响 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 赤苦耐劳 真的是赤苦耐劳 你说我们 比人家美国人聪明多少 没有 我自己说我自己 我当时我们班上有好几个人 肯定比我 聪明 到最后说我成了他没成 那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我是赤苦耐劳 另外一个 我是觉得 我们在很多遇到 困难的时候 我们是吃得下的 我们是受人家欺负也好 或者是 你的初小就会有这种经验 对对 我们就 我们就 就 就 忍了 弱点 你觉得 弱点 弱点 我觉得就是 挑战权威 我还觉得有另外一个事情 我觉得科学家是一个创造知识人 但他自己的知识悲力很多 很局限 我就关心我这一点 那你就不会不太容易 产生更高层次的 思考 那么 也就 很难成为一个 特别是我们到清华来 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是一个 scholar very knowledgeable 就是他是会把总结出来 提高到另外一个 高的层次 可延续了 对 另外 另外一个层面上面 其实我们觉得像清华这样的地方 应该更多的 是 thinker thinker 比scholar更厉害 更厉害一个 更厉害 要是thinker 这个thinker的基础就是你 至少你要知道了很多 你假如说我就关心我自己 unfortunately this is the case 成为一个那样的thinker的 诱惑对你是很大的 对对对 因为 我所respect的人是这样的 他们对世界有个独特的看法 对 对 我们是一个educational institution 我们的 言传身教我们这个一个环境里面的下一代的人要有一个 那个 我是希望自己能够 very original high above 这种 思 出来 嗯 但是 好像是 没有这个感觉到现在为止 就是没有到那个好像我要 爆发出来了 没有 就是你要没追求你没痛苦 你要有追求你就觉得我怎么还是在这个 啊 嘟嘟嘟啊 嗯 其实在这些年里面啊 我在 做知识分子也好 做这个高山大学也好 就是 逐渐逐渐的形成了 几种理念啊 那回过头来讲 就是你有 啊 you have mind 所以你会有一个spiritual life 你要我抛开 神经科学家 就是从一个人来讲 就是你会体验到感受到 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啊 这个超越 being 这样的一个 啊 这样一种感受 这样就感受这个 偶尔的时候 这个不多 嗯 那spiritual life 它物质基础是什么 不清楚 反正是你有一个让你来感受到 啊 一个 超级的 那力量 在那里主宰 我们这个 这个规律吧 就是为什么会有宇宙大爆炸 为什么会是人 是从 茫茫的这个化学 最后 慢慢变成 evolve 这是一个非常 违背 物理学原理的 但是就发生了 嗯 那这个发生的事情是一个 必然的事情吗 不一定 科学的发生是一定是必然的 不一定 就是在希腊这些地方 这些人工工工工弄弄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我们今天延续到今天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你说 这个灵魂也好 你说这个 super什么 existence 也好 就是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个 个人 人生的一种 一种不同寻常的体验 也许是人 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东西 为自己的需求来 嗯 也可能就是个hebson yeah right 嗯 嗯